逃亡 我强烈的感觉到 北朝鲜的独裁集权肯定会终结 1996年夏天 我访问泰国和印度 目的是与两国的多个政党建立联系 为了与金德宏见面 我计划先乘坐火车去沈阳 然后飞去泰国 以前出国时 我都是以书记身份亲自向金正日报告 但是这次根据国际部的安排 以国际部的名义写报告 报告书中建议我以国际书记的身份途径中国 由中国方面举办招待宴会 我知道金正日不喜欢中国 也忌讳我与中国领导人见面 所以我原来主张不告诉中国 直接飞泰国和印度 但是负责中国事务的部长说 中国方面已经多次邀请我访华 朝鲜方面一直没有回应 如果这次途径中国又不打招呼 怕中国方面误会 还是应该通告中国 他大概不知道金正日不喜欢我的亲中态度 按照惯例 国际书记和外交部长途径中国时 都会通知中国的 金正日看到报告后说 为什么不乘坐飞机 非要坐火车 不要途径中国了 直接从平壤坐飞机 国际部的人接到金正日的指示后都很失落 我也只能苦笑 结果只在转机时停留北京机场两个小时 金正日有一次对干部们说 对干部来说 如果不再信任党 那还剩什么呢 一堆肉而已 在金正日看来 权力是评判干部的标识 如果我们是一堆肉 那你失掉权力 接受人民审判时 就更什么也不剩了 我决心以下 不能再这样每天奉承金正日活下去了 进入秋天 北朝鲜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人民的苦痛和不幸庆竹难输 1996年朝鲜精粮产量不到210万吨 这些粮食连供应军队都不够 如果到了年末 军粮断掉 到时候政府就会将所有居民的粮食供应军队 我们这些书记们 也要去市场买200千克的粮食交给军队 粮食难弄 人们成堆的饿死 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 就能看到饿死的人 往郊外去 更是成堆的尸体 许多人跑到山间水里捞雨吃 平壤尚且如此 地方就更无法想象了 据从地方回来的同志报告说 每个火车站都有饿死的孩子们 海滨的人捕鱼太多 导致附近海域鱼子都没了 人们又聚身海捕 结果一次就淹死了数百人 父母养不起孩子 就送出去讨饭 这些是从我的三女儿那里听说的 有一天早上有人敲门 是两个小学生讨饭 我先给他们洗干净手 问他们从哪里来的 父母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我们两个出来讨饭 从南普来的 我从女儿那儿听说后 就让金德宏打听 根据组织部的说法 95年共饿死50万人 包括5万名党员 今年11月中旬 已经饿死约100万人 金德宏向我说这些事 咒骂金正日绝不会得到饶恕 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的话 与他差不多 军需工业的工人约50万 其中就连那些技术最高超的工人 也饿死了超过2000人 有一半的人 饿肚死无法干活 只能躺着 北朝鲜官方声称 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导致的 如果是自然灾害 为何工业也全面瘫痪 民众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 都是极权导致的 是金正日个人独裁的后果 目睹人民饿死的惨状 我亲身体会到了 个人独裁的严重后果 前文说过 人民饿死 冻死的时候 金正日毫不关心 他投入大批财力和物理建造宫殿 保存金日成的尸体 人民正遭受苦难 精疲力竭 但是偶像化金氏父子的工程 却一刻不停 大致推算一下 宫殿费用 三分之一的钱 就足够买200万吨玉米 如果那些钱真买了玉米 粮食难的问题将立即缓解 金正日到底有多么漠视人民的饥饿 可以从96年夏天的一件事中看出 当时驻瑞士大使建议 瑞士不用饲料喂养牛和养 而是喂草 这个经验应该值得朝鲜学习 金正日指示书记们 接受大使的意见 我对那位可笑的大使的可笑的建议 真是无话可说 书记们都盛赞金正日的指示英明 接下来朝鲜全国总动员 将种了庄家的地毁掉 为了能让居民吃上肉 开始培育草地 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我想起来一位法国皇帝和皇后说 如果没有面包 可以吃水果 一位俄国沙皇说 百姓们挨饿 为什么不吃蜂蜜 我无法赞成造草运动 建议是不是可以先选一个地方实验 但是书记们说 这是伟大的将军的指示 提出每个书记去一个到13指导运动 我因为是国际书记 还被要求通过大使馆搞到操中子 金正日不仅对人民生活毫无关心 还干涉总理等经济专家的正常工作 他将党的经济从国家经济中分离 就像管理个人财务那样管理国家 国家经济首要任务是满足特殊机构的要求 举个例子 1996年 整个朝鲜电力供应不到需求的五分之一 各个部门纷纷要求电力优先供应自己的机构 金正日接受了建议 并将它变成了谁也不能违反的法律文件 接下来 权力机关拿着文件去找电力供应部 威胁要求首先满足自己 电力部招架不住 就报告到金正日那里 金正日又要求书记们搞清楚具体情况 我们一打听 各个权力机构绕过总理 直接请金正日批准的要求 共有190余件 易住 倒是朝鲜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省 金正日没有将经济问题交给经济专家 还妄加干涉 所以政务院虽有几名总理 国家经济还是一塌糊涂 对于粮食问题 金正日为了减轻居民痛苦的措施 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 居民为了找粮食到处跑 经常用到自行车 很多情况下 女孩会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金正日看到后 我讨厌看到女孩坐在自行车后面 不符合朝鲜的风俗 从那之后 在朝鲜就再也见不到 其自行车带女孩的现象了 金正日这辈子 哪怕有一次饿过肚子吗 整天锦衣玉食的生活 有资格评价朝鲜的风俗吗 如果站在道德立场 破坏朝鲜族道德的罪魁下是金正日本人 在金正日掌握实权之前 北朝鲜居民的道德状态是很好的 我在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 学生们的德行都无可挑剔 有一次 我接到一封来自原山的信 内容是 感谢金日成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在校学生 就落水儿童的扇行 我之前没有收到过类似的信 就给经济学专业的系主任打电话 主任说他也不知道 把学生叫过来一问 是去原山实习的两名大学生做的 虽然当时合理结兵 但是学生们还是毫不犹豫跳了进去 不久前我又去了金日成大学 学生们的品德已经差到无法形容 男女学生公然行凶 偷窃行为十分普遍 老师明知道是哪个学生偷了自己的东西 但是无奈那位学生是高干子弟 根本不能处理 学生干部向学生索要酒 烟和钱根本不是秘密 教授们每逢考试 也会向学生索要烟 酒之类 我问现在已经是系主任和书记的弟子们 考试时通常有几人受贿 他们直接回答 老师 您不该问有几人受贿 应该问有几人不受贿 我感慨道德败坏 他们说 老师 道德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谁还提道德 我本就不通事事 只能苦笑 我问他们 为何大学成了这个样子 他们一致地回答说 是那些军人学生将大学搞坏的 之前 军队纪律严明 但是金正日掌握军权之后 军队只要求忠于金氏父子 道德纪律一概抛弃了 作为朝鲜最高学府的金日成 综合大学尚且如此 其他学校就更不用提了 有一次 一个中央党校的老师来找我 说现在所有的机关都被水中执法令 支配着 他说 现在国家各个机关和企业乱发没有指令 什么事也做不成 想要最快的解决问题 就要行贿 再就是有关系 结果 国家法令没有可信度 在普通百姓中 也能听到对道德败坏的嘲笑 一等良心的人95年饿死了 二等良心的人96年饿死了 三等良心的人97年会饿死 那之后 只剩骗子还活着 虽然一次次公开审判声称要消灭强盗和小偷 但毫无效果 据说在地方习以为常 平壤市场也时常出现卖人肉的 一位住院医生在平壤市场买了些肉 回去后发现肉有些奇怪 仔细观察发现绝对是人肉 第二天 带着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人 去抓了那个卖人肉的人 在情况不断恶化之下 金正日进一步强化了军队 想用军队解决一切问题 从早到晚通过电视和广播渲染战争气氛 我知道 这是金正日通过虚构的战争寻找出路 亲眼见证着这一切 我也为了下决断而深思熟虑 我很清楚 继续跟随金正日 对历史 对人民都是犯罪 小时候 虽然也发生过让别人误会的事 但违背良心的事我从没有做过 从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关系看 在1980年之前 与他们父子二人虽然有一些意见分歧 但是我是忠心的在辅佐他们 而且认为是在做正确的事 那之后 尤其是进入90年代 我在精神上日趋痛苦 站在我的立场 十分苦慢该怎样选择 与此相比 我觉得活着至少还能帮助手下的人 但是 当金正日漠视人民的饥饿 疯狂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金正日是不可能向韩国投降的 那么 在朝鲜崩溃之前 发动对韩国的战争是金正日唯一的出路 从负责对韩国事务的人员那里听说的消息 韩国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 完全掌握了韩国的繁体制力量 军部的人声称虽然美军驻扎在朝鲜半岛 但是一旦开战 也能确保胜算 军部还叫嚣 现在不开战 以后会更加困难 想到手足向残的战争再次发起 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在我的心里 与北朝鲜的统治者们越来越远 对他们只剩憎恶 但是态度变了并不代表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我面前有三条路 第一 公然挑起反金正日的旗帜 这个是最勇敢的 但是结果只能是一死了之 第二条路是继续像现在这样戴着面具活着 然后寻找恰当的机会 财团事业进行得很顺利 赚到的外汇成为我的活动保障 在党中央 只有我的附属机构直接赚外汇 因为有个对外宣传主体思想的名分 国家保卫部也很合作 有一次一个矿场火车没有轮胎 我一次花五万美元给他们买了二百付 党中央的人员日子也不好过 我给了国家保卫部积极的帮助 我是主管思想的书记 很久之前就常出国活动 现在主管国际事务更是经常外访 这对于我的行动非常有利 再加上财团赚到了数额很大的一笔外汇 对内活动也有很大帮助 这对我来说 是第一次处于如此有利的地位 知道我反金正日的意图后 我的追随者们对我忠告说 应该继续向金正日低头 充分利用有利的形式扩大影响力 道路有些消极 但是能让我心安 也能让我的家庭和我手下的人获得安全 那就是自己结束生命 我反复考虑着三条道路的长短处 到底选哪一条道路 从我的性格来说 第三条道路是最合适的 我见到金德红 向他说明了情况 并向他索要毒药 不久之后 金德红给我带来了毒药 但劝我没有这个必要 兄长创造了主体思想 将主体思想理论化 以金氏父子的名义 写了很多的文章 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 是国际书记 深居朝鲜要职 属于核心领导 如果兄长你自杀了 你真的认为家人会平安无事吗 这是谁也不能保证的事啊 到时候想污蔑你公开辩解很容易 既然将来肯定是以韩国为主体 统一朝鲜半岛 现在与其自己了断 还不如与南部联联手起来 我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过类似的想法 但是听他一说 想法更加坚定了 与其这样死去 还是与南部联手共同战斗 对北部人民更有帮助 金德红说与南部联络的事情由他负责 我只要下决心逃亡 想到抛弃家人 我的内疚无以形容 如果我逃到南方 之前活在荣誉和幸福中的我的家人们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辩解者的家属 苦痛将随之而来 甚至失去生命 但是 我的良心却将我引向南方 1996年8月末 我写了一篇名为朝鲜问题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 我明确阐述了我在南北问题上的立场 这篇文章是写来给金德红拿去和南方联络的 文章的核心是阻止战争 在最短时间内让金正日体制崩溃 我想 我们用五年的时间能够实现祖国统一 对北朝鲜而言 韩国在经济上 国际上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韩国与美国关系密接在两国的共同帮助下 解决朝鲜的粮食问题 引导北朝鲜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是最重要的 但是 对金正日来说 让他自己抛弃独裁 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 所以 可能的结果是 金正日为了维护独裁 在经济领域的小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 所以 在现阶段 用改革开放诱导金正日 促使金正日体制崩溃是对北战略的出发点 给北朝鲜提供粮食和药品 减少北朝鲜居民的痛苦 赢得民心 还要注意 要让北朝鲜的军需工业体制彻底崩溃 当时我并不能通盘考虑韩国的实情 还要躲避北朝鲜的眼线 仓促写成的文章肯定有许多局限 但是 我在文中提出的统一战略至今仍未变 从那之后 每当我思绪混乱之死 就会对自己说当时的选择是良心的选择 最终会又一次在心里确信 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 但是 我知道这次是重大的事件 我并没有完全的自信 德红和我的妻子都认为我们赚外汇 与韩国人接触和建立关系是很危险的事情 我对德红说 对妻子一定要保守秘密 德红怕我心软说出去 每次见面都会提醒我 我怕德红动摇 每次见面时都给他写条子提醒 96年深秋 德红带着葡萄来到我家 女儿看出了什么事的 爸爸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我好像要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说出哪句话 那是什么话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时答不上来 女人回房间哭了起来 我让女儿安静一些 让她从此刻起 不再依靠爸爸 要靠自己 心那么软 能成什么事 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的忠告 一开始我将逃亡地点定为日本 在日本即将举行主体思想讨论会 从年1月31日到2月11日 会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我访问了日本好几个城市 见到了很多知己 朝总连的干部们热情地招待了我 年轻人学习了主体思想之后也都抛弃了幻想 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专门访问了朝鲜大学做了主题演讲 朋友们真情地款待我 我却不得不欺骗他们 因为主体思想的因缘 我在日本有许多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但是在日本未能找到机会 在日本机场启程去北京时 我心情非常失望 1997年2月12日 我和德宏走进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 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 那个小我死去了 大我开始了新的生命 那天也是我离开平壤时 与妻子约定返回平壤家中的日子 永离别让人痛苦 但是生离别痛苦永远留在心里